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经常听到发展棕地 究竟棕地是什么呢? 香港有多少棕地可以发展? 在新界是否有很多棕地晒太阳呢? 在外国的棕地有一定基建配套 但就是荒废了限制的工业用地 而香港的棕地并非限制土地 有各种行业运作 好置物流仓、汽车维修、环保回收等 其实为了善用土地的资源 政府一直都很积极 将一些具有发展潜力的棕地 透过我们一些新的发展区 或者一些不同的公共工程项目 重新规划和发展 成为更有效益的用途 现在新界约有1580公顷棕地 超过一半以涵盖在政府发展项目 或以知发展计划 政府剩分两个阶段 检讨余下具有较高发展潜力的棕地 其实区下柱分别在屯门、元朗 和大埔密西岛八组的棕地群 涉及棕地36公顷 连周边的土地合共面积大概有60公顷 我们希望在短中期探讨这些棕地群 作为公营房屋的发展可行性 这批具有发展潜力的棕地 初步估计十年可以兴建合共 超过二万个工营房屋单位 Karaty也刚刚完成了 余下290公斤的棕地检讨 土木工程台展处 稍后也会就住这些棕地群 开展研究 其实在一个多观察日的 土地供应策略里面 发展棕地和填海 都是不可或缺的土地供应损害 今天汇绝了超过一千五百间 初创企业和科技公司的数码港 是1989年 钢线湾填海所得的 二十四公顷土地移成 重适日一处海湾 发展成今天充满活力的 现代化社区